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登表示 缅甸军方夺取政权 拘留昂山素季和其他文职官员 并且宣布全国紧急状态的行为 是对缅甸的民主和法治过渡的直接攻击 拜登呼吁国际社会齐心协力 向缅甸军方发出一个声音 要求他们立即放弃他们夺取的权利 释放他们拘留的活动人士和官员 取消所有电信限制 避免对平民实施暴力 拜登的声明指出 过去十年来 美国基于缅甸民主的进展 取消了对缅甸的制裁 面对当前这一局势的逆转 美国必须立即审查相关的制裁法律和权限 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 马社长对此事有何看法呢 那么今天还来谈一谈缅甸这个政变的事情 那么今天把重点放在就是说缅甸这个事件出现以后 可以看到东西方两个阵营 他们的态度之迥异 就是不一样 但是西方有评论说 像美国或者是澳大利亚 欧盟一些国家 一片深地谴责军政府扣押现在民选的这些政府领导 那么中国就表现出好像在霍西尼 有一点批评中国之意 但其实你仔细观察 不仅是中国 包括在缅甸周边的 像泰国 印尼 甚至新加坡 这包括日本 日本虽然远一点 但是你最近也没有看到日本特别说什么 所以在亚洲 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一块 中国这周边的国家 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持一种非常激烈的批评的态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第一 他们身处这个邻国 作为缅甸的邻国 他们都知道缅甸国内的政治之复杂性 绝不是非黑即白这样简单的一个逻辑 他有的深厚的历史 传统 文化 现状的这种复杂性 第二呢 因为他们是近邻 不方便那么基于的强烈的做一种表达 因为还是尊重人家国内 首先他们国家内政发生的事情 尊重当事国 他们自己相信他们自己能够妥善的处理 第三呢 那是因为这些周边的国家 都和缅甸有非常紧密的经贸关系 你说中国在那儿有投资 日本在那儿有投资 甚至新加坡这个小国 在缅甸的投资也非常之多 泰国 印尼 都是周边国家 跟这个缅甸都有很多的经贸往来 所以这些国家都不便于轻易表态 或者非常激烈地站在某一侧 所以包括中国在内 中国说的比较可观一点 就是说这事态还在进一步了解之中 那么我们相信缅甸国内的各方 都能够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下 和平地解决之间的争端和差异 是说这样一种话 那么当然中国政府也表示 密切和联合国相关国家在进行磋商中 联合国2月2号 今天也召开闭门会议商议 如何处理缅甸发生的政变 那么美国一直表现得比较激烈一点 它强烈地谴责 先是白宫发言人出来批评金政府 要求他们放人 那么甚至总统 新任总统拜登 也发表声明 比较强硬的声明 表示要采取 针对某些人采取一些制裁的措施 挥舞出制裁的大帮 那么西方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 比较强烈的 他们站在维护民选政府 民主自由这个角度 提出谴责的批评意见 那么所以这就是中西方的很大的不同 这些不同有历史的渊源 也有人们价值观的判断的不同 再有就是地缘 经济和政治的不同 所以这西方国家都离得远 跟缅甸没有什么边境的接壤 地理的连接 也没有很多的经贸往来 大多数西方国家 欧美国家 是吧 他们都和 不管是欧盟 还是美洲的国家 北美的国家 都跟缅甸没有 没有很多的经贸往来 所以呢 说句不好听的话 站着说话不要等 你想怎么说怎么说 但是中国及其缅甸周边的国家 还跟缅甸都有着 很多的经济往来 政治联系 历史渊源 人文交往 说他们都必须考虑这些东西 而且呢 都知道缅甸国内政治之复杂 也不便于言语过激 激怒了其中一方 使这个缅甸的事态扩大 实际上你分析起来 从中国这个角度来考虑 缅甸如果打起来 闹起来 那首先就是中国就面临 中缅边境 那就感觉到压力 前几年他们缅北的那些游击队 跟政府军打仗的时候 经常那炮弹就飞到中国境内 一打起来 如果军方和这个民选政府 以及这个 起来这个游行示威的民众 爆发激烈的抗争 那这个边境之间 马上就会影响到中国这边 实际上泰国也一样 泰国已经把他的驻军 都调到这个泰缅边境上 所以说这个 其实周边国家都不希望这个事态计划 发生这种动乱 缅甸国内发生动乱 再说经济交往上也是 中国一带一路的很多项目 新加坡众多的投资 日本也有很多投资 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 都不希望缅甸发生战乱 而影响他们正常的经济往来 所以说你说从边境安全 从经济贸易的安全 从历史人文的一种延续的发展 周边国家都不希望 他这种政变变得更加的不可控 所以大家都有一种克制的态度 来对待缅甸发生的事件 那么但是西方国家 例如像美国肯定会 推出一些制裁的措施 包括联合国病人会议 可能也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制裁的方法 当然更多的可能是道义上的 但也会有一些经济与贸易方面的某些举措 但是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 就不大会采取或者支持这样的做事 因为大家都有许多具体实际的考虑 那么从缅甸国内的这个变化来讲 也不适合用过激的方式 现在的这个明显的政府和这个军人之间的这个矛盾 还是应该通过协商来解决 因为这在缅甸 缅甸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因为缅甸之所以能够从西方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 独立建国 当初依靠的就是军人 是军队帮助缅甸人民 从这个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独立出来 所以军队的力量在缅甸的政治事务中 一向举足轻重 而且我们昨天也讲过 在吴奈文将军的这个这个控制之下 那么从1962年到2011年 这49年的时间 都是军政府执掌缅甸的大权 2011年才改为民选 那么现在呢 就面临像昂山素姬 这样一位民主改革的先驱 在缅甸国内呢 是有无可争议的威望 威望很高 普通民众都很支持他 但是他也76岁了 76岁的一个老人了 他身后有没有强有力的继承者 把这个民主改革的这个事业 继续推进下去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呢 其实各方周边国家 不希望他们发生激烈的变化 有多种的考虑 所以缅甸现在 那么现在这个掌权的军人 军政府立刻把原来的民选的政府 11个部长全部撤换 24个部的副部长被撤换 换上军队的人来担当 才要改变这种结构 然后呢 他要和这个民选出来的政府 或者说这个昂山素基所领导的 全国民主联盟 这个政党来协商 是吧 那么这次这个 他所谓这个政变呢 你看 由于这个 他民选政府也诞生十来年了 是吧 在人民中也有很大的威望 所以金政府实际上 他也没敢采取特别严厉的措施 就说那些被软禁在家里的那些议员们 他们相互之间还是可以通电话 发这个 打个电话呀 发个 就不是微信 微博呀 什么什么 反正就是说 email之类的 还可以联络 吃喝什么 只要你不出你那个住宅 基本上他还是 没有对人身 实行什么管制 实行什么管制 所以他现在的 在缅甸 现在的状态之下 他不敢采取太过极端的手法 另外呢 他也说 给一年的时间 大家协商 怎么怎么样 那么我个人在认为 就是说 虽然全国民主联盟 昂山素季的政党 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在一席中 这个民盟占83%的席位 400多个席位里边占83% 基本上就是压倒的优势了 那么就是说 考虑到缅甸的历史 考虑到军队在缅甸这个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 我觉得在未来的时间里 民盟做十度的调整 做适当的让步 比如在一个大家进行协商的 重新建立的一个政府中 给军人方面更多的一些内阁的职位 还逐步的过渡 这个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是吧 它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逐渐的把军人的 在缅甸政治生活中强烈的影响 逐渐的淡化下去 实际上这种军人干政 比如说三军的统帅 他想做总统 他有这个想法 其实他在未来的变化中 他也能感觉到 其实基层民众是并不欢迎的 军队就是军队 保夹卫国 不要直接的参与到政府运作里来 但是你在缅甸这样的社会 他并不完全认同这样的意识 所以这个过程 要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那么总结今天的评论 就是说缅甸政变 凸显出东西方的 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价值判断方面的不同 这种不同 大家都可以进行分析评论 大家都有他正义的一面 也都有他不足的一面 但是我们还是寄希望各方力量 适当地给予缅甸各方一种推动 让他们能够和平地解决这些争端 不然打起来对周边国家 对这个世界整个都是不利的 实际上中国政府和昂山素姬政府也相处得非常之好 我记得去年1月2020年1月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专门访问了缅甸 而在前一年 在2019年 昂山素姬访问了中国 就说中国政府其实和缅甸的民选政府相处得也是很好 相信通过各种力量的努力 能够把缅甸事变和平的解决 好 谢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加国新闻 特鲁多宣布 加拿大将在国内自己生产疫苗 接下来为您播报加拿大新闻 特鲁多宣布 加拿大将在国内自己生产疫苗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今日宣布 加拿大政府已经与美国生物技术公司 Novavax达成协议 预定在蒙特利尔市生产该公司的新冠疫苗 特鲁多还透露 温哥华市的制药公司 Precision Nanosystems 也将建立一个制造厂 该工厂预计每年将可生产多达2.4亿剂疫苗 特鲁多说 现在正步入在加拿大生产疫苗的轨道 对于加拿大人来说 这是在加拿大生产疫苗的重要一步 我们要尽可能多地 在国内生产疫苗 确保每个想打疫苗的加拿大人 都能获得接种 对于这一消息的公布 我们请马社长来点评两句吧 那么谈到这个疫苗供应的问题 我想全国的加拿大的很多国民也都考虑到 你看我们加拿大 按说也是一个西方七大国 发达国家 先进国家 怎么这疫苗全靠人家供应 人家说不给咱就没办法了 这个方面其实老百姓也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愿望 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来生产 所以今天的新闻就是特鲁多宣布 加拿大一定要自己来生产这些疫苗 其实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加拿大制药生产的历史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加拿大我们自己用的药 五分之四 就是80%都是自己生产的 20%是进口的 后来由于全球化 或者由于相互的竞争 有一些大公司退出 加拿大的很多药厂还有关闭了 所以弄到现在加拿大85%的药 包括疫苗这一类 都是外边进口的 不光是这次新冠疫苗 很多疫苗以前看 阿卜拉什么这个那个 都是国外进口 所以现在新冠疫情的蔓延 严重的威胁人民生命安全 加拿大政府把这个事儿 其实之前就有考虑 去年秋天的时候 联邦政府就已经在和一些药厂联系 就说你们的配方拿到加拿大来生产 同时也投资给Montrail那边的 一些原有的工厂 另外又在扩建新厂 包括萨斯坎浙温 包括我们BC省的温哥华这边的药厂 都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 要加强这个疫苗这方面的生产 那么今天呢 这个特鲁多政府呢 也宣布和美国马里兰州那边 一家药厂 叫Novavax 好像是叫Novavax 这个药厂生产的新冠疫苗 签订了合约 就说你那个加拿大卫生部 通过以后 这个东西就可以在加拿大生产 我们自己生产自己用 这个药品 这个疫苗的发明权是在马里兰州 美国的马里兰州这家药厂 那么这个药呢 就是在英国也进行了测试 就是说不仅对 就是去年出现的这个 新冠疫苗这个病毒有效 而且对英国的变异的病毒治疗也有效 所以加拿大政府决定 就说我们开始生产这个 说今天说签协议 但真的要生产 可能至少在两个月之后 What ever 就是说我们加拿大自己来生产这个 这个疫苗了 总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觉得国民也应该支持这个政府 这样去做 政府其实这个举动应该更早一些 但是亡羊不牢 尤为晚饮 也不算晚 赶紧做 我们自己生产 那么其实我们回顾一下 就自这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联邦政府的很多举动 还是值得这个赞赏的 包括你现在世界各国一查 就是加拿大所订购的这个新冠疫苗 在市区也是No.1 按人口比例来算 那是订的最多的 大概是两亿之后多少 就是数倍于加拿大的人口 以至于有些小国都说 你们这个发达国家不要订那么多 订那么多 我们这些小穷国家买不到了 但是虽然说有争议 世界卫生组织将来会去协调 但是加拿大政府 开始就订了这么多的疫苗 这个举动还是为国为民的 我订够这么多 因为它不一定 我订了它就都能来到 我一定要多订 这样保证我基本需求能够满足 我觉得政府这个举做也还是正确的 如今来安排资金 安排工厂 建议新厂 帮助一些老厂扩大生产 这样一些举措来生产自己的疫苗 因为这些能生产这种疫苗 以后也能生产其他的疫苗 因为新冠疫情以后被解决了 那以后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病毒再出现 人类就是不断的从各种自然灾难 做斗争的一个过程 将来我们这个生产新冠疫苗的这些生产线 生产厂 生产车间 建好了以后 将来还可以生产其他的药品 其他的疫苗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 对联邦政府的今天的宣布 虽然说来的晚一点 但是我们还是赞赏的态度 应该这样做 加拿大早就应该这样做 好 谢谢大家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同时也感谢马社长的分析和点评 观众朋友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大家